港鐵說有可加可減機制 但港鐵每年賺大錢 但每年都還要加價 港鐵乘一個站反而會便宜 乘少的站反而會更貴 港鐵乘頭班車反而沒有早晨優惠 雖然雖然可以省兩元 但每個都很難找 梁桂江港鐵通車多久就乘搭多久 這麼多年來他等着港鐵賺到盡 但在機場上班的他為了生活 都是迫不得已天天搭港鐵 既然人改變不了環境 他就將悲憤化為正能量 出書教人聰明搭港鐵 我和大家一樣 每天都要迫著搭港鐵 雖然港鐵賺到盡 但我也懂得省得盡 要省錢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用特惠站、傳越通和都會票 在書中 梁桂江教人去盡全港三十多個特惠站 還有教人用傳越通乘車上班 每月最多可以省三成車費 加上其他優惠 就像加入友禮會一樣 省下一元下一元 我這本書其實講了 很多港鐵的收費上的貿易和問題 但也不只是罵 主要希望能夠引發更多的討論 Cub們 進入 飛 掌 沉 明 還有 下次 諒 發 離